Odia Jungle 更有后宫加力3000人,可谓是古代最令人羡慕的职业,皇帝真的很幸福吗?其实不然,作为一国之君,皇帝几乎是没有真正可信赖的人,时刻提防着身边所有人,尤其是兄弟,担心他们篡权。 不仅如此,作为雄才大略的皇帝,其实是非常劳累的,他们日理万机,压力非常大,甚至活活被累死。 据记载,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及清朝的雍正皇帝,都是勤劳皇帝的楷模,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批夜奏折,经常工作到半夜,吃饭时间都很悠闲,更别说做其他事情了。 不过小编今天要说的这位皇帝,不是朱元璋和雍正,而是明朝的万历皇帝,万历皇帝,十岁就继承了皇位,共在位四十八年,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在起初的十年间,内阁首府张居正主持政务,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。 张居正去世后,万历皇帝历经图治,生活节俭,有勤勉明君之风范,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,令人意外的是,在最后的二十八年的时间里,万历皇帝再也不上朝了,甚至被后人骂为史上最懒的皇帝。 之前,关于万历皇帝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,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,那就是他后期荒于正事,甚至贪图享乐,更有甚者,万历皇帝还成为之后,清朝皇帝的反面教材,并一次来教育那些皇子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为了对明皇陵进行研究,在郭默若的带领下,对万历皇帝的定灵进行挖掘,通过运用现代技术,对万历皇帝的尸骨进行复原,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。 万历皇帝的两条腿有很大的差距,右腿明显比左腿要短很多,也就是说,万历皇帝有严重的腿疾,压根就无法正常行走。 曾经认为,万历皇帝因为贪图享乐才不上朝的专家,此时都沉默了,这时候人们才明白,万历皇帝不是不想去上朝,而是腿疾太严重,根本就无法行走,更别说上朝了。 客观来说,即使万历皇帝近三十年没上朝,国家却还在正常运转,并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,也就是说,万历皇帝还算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,不上朝就可以把大明江山掌控于鼓掌之间,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。